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会再尝试 我们两个人有很多机会再继续尝试 其实我觉得就是挑战的都是我们内心里头可以喜欢想要去唱的东西 那一和肖战一位是60后的唱将 一位是90后的新人 能在舞台上擦出这样的火花是惊喜 但不得不说 纳音这节目录制的也是挺扎心的 是是我妈妈当时在听的时候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就我当时觉得这个旋律太好听了 就让人觉得好心疼 然后我当时觉得那姐是经历了什么能唱成这么 不仅肖战时不时会提起肖妈妈 观众也会冷不丁地来个神捕刀 纳音再强大的小心脏也总有招架不住的时候 很好听 纳音的歌曲也挺喜欢的 肖战我女儿也蛮喜欢的 谢谢 他女儿喜欢他 他喜欢我 反正你投我们怎么都行 无论是段子还是歌声 纳战队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我们拭目以待 都行 尽力而为吧 对 尽力而为 咱们尽力而为 对 我们的优势就是 多变 多变 这词用的太好了 尝试 对 记者陈湘芸 吴希采访报道 近日上海电视节官方组委会宣布 明年白玉兰奖的评选 网剧也可以报名奖项的角逐 演员们对于这个消息都是怎么看的 让我们一块去听一下 前不久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开始了2020年评奖的征集工作 在官方发布的公告中 明年电视剧类别的奖项报名范围 首次从台播扩大到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与时俱进 其实是给这样子的一些网剧 有一些可以得到任何的机会吧 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始 如果能的话我很微轻一念高兴 也能百花齐放 然后让就是不管是演网剧的演员 还是演电视剧的演员 大家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也有可能会入围白玉兰 我觉得对大家也是一种激烈吧 对于这样的改变 演员们欢呼声一片 放眼望去 2019年 当红的小生们也几乎清一色 有过出演网剧的经历 男站看在我们共生死的份上 一起放个灯祈福吧 我独自惯了 习惯嘛是可以改的 况且我这个灯可是为你男二公子专门做的 你看 从陈情令走出来的人气双生 小站王一博无疑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 新生代演员代表 即便是凭借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 成为了七月县男友的李县 也曾在《法医秦明》《和神》《剑王朝》等多部网剧中有过演出 你每日与我同时同情 我肚子里有没有坏水 你还不知道吗 演了十年戏的朱一龙 也是因为网剧《震魂》才被更多的观众所喜爱 要说他在这个世上只服一个人 那可不就是你吗 不瞒你说 当时把他带到这儿来 还确实有让他做内心的打算 在众多同时参演过网剧和传统电视剧的演员们来看 如今 两者之间的制作水平几乎已经没有区别 网剧和电视剧的制作是没有差别的 就只是播放平台不一样而已 而且网剧现在大狼逃杀已经逃得很干净了 我觉得现在网剧的质量真的挺好的 以前大家之所以对网剧有偏见是因为那个时候 网络播出的门槛低监管不严 再加上资本的影响许多无法进入主流市场的作品流到网络 品质也层次不齐 如今网络平台越发规范化 播出的剧集无论从剧本还是制作等各方面都后来居上 你若真为她暗血着想 怎么会给她提私腰牌 我是想让她继承监察院 监察院才是风口浪尖 让翔儿做过夫家屋不好吗 你作为这个岁数的演员 你算是有点传承的演员 但是你怎么去跟进这个现在这个社会 我有以前的东西沉淀激淀的东西 但是我对这个现在这个社会 我也是努力再去接受 我甚至可以去把它发扬光大 品质提高了更多好演员也愿意加入其中 在热播网剧《庆云年》里 我们就看到了许多老戏骨的身影 网剧《长安十二时称》里所呈现出的精良画面 更是胜过很多传统电视剧的水准 这些拔灯车是由各地官府选出来的 送到京城后上原灯会天采 今日上原灯会也一朗不同 上灯之后 他们将会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入城 严格学习和成绩 众多优秀剧集转投网络平台 导演杨文君也给出了一些原因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 其实两边都还是兼顾了一些的 那么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 可能这样的一个题材可能更适合网播 所以我们就先网播了 杨文君导演的一番话 引出了网络平台的另一个优势 那就是题材发挥空间更大 更年轻化 网剧的话我会拍摄的手段更年轻一些 就是可能有一些处理手段 各方面会更大胆一些 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 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吧 网络是面向更年轻化受众的平台 在这里观众们还可以随时看随时评论 不但更有参与感也增添了另一种乐趣 挺好玩的 随时看随时评论挺有意思的 我都有时候都想写两条 你还敢进我们 我恨不得杀了你 不得无力不得无力 王菲兴 中书令 下官只是遵旨 你原来拍摄的时候预想的一些点 但是观众不这么读解 我觉得很有趣 也是让我们紧跟年轻人的步伐吧 不过也有演员坦言 弹幕影响观剧体验 有时还会掺杂不理性评论 他们并不推崇这样的交流方式 撞的是我就觉得 不应该有弹幕这种东西 难道不应该好好看吗 你看的时候 你一写字不就错过了吗 那你那个评判是不准的呀 就是我特好奇 你们怎么在开弹幕的情况下看剧的 因为不是挡脸了吗 还有什么想说的 大人这串冰糖葫芦 你看 红润剔透 似圆非圆绝非俗乌 只有这样的冰糖葫芦 才能配得上这样剃糖的功夫 送你了 哎呦谢大人 或者我先看一部没有弹幕的 然后再看一遍有弹幕的 第二遍专门看弹幕 无论如何 网剧的发展和壮大 是让更多的观众有了不同的选择 而对于演员来说 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竞争 明年的白玉兰奖免不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这个一点都不担心 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自己的本事练好就好 那一直获个奖就挺难的 就是拍好自己的作品 记者李培志 专题报道 最近郭麒麟的存在感可是不低 电影《宠爱》 《解放中局营救力》也有他 热播的《庆余年终》也有他 曾经跟在父亲郭德纲身边的 毛头小子 不知不觉就成长了 到现在播出他们都不知道 我爸多少年不看电视剧 我师父也不看 所以就对于我一无所知 《庆余年的大火》 让戏里戏外的郭麒麟备受关注 尽管观众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但郭麒麟说老郭似乎没上心 而日前 郭麒麟演了一场话剧《牛天刺》 在羡慕时 那个从来不看我演戏的 父亲郭德纲忽然上台 让郭麒麟惊愕不已 回过神来的郭麒麟 马上给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 久久地趴在郭德纲的身上 气不成声 看来来自老爸的认可 是对郭麒麟最大的鼓励 郭德纲对郭麒麟的教育 郭德纲对郭麒麟的教育 一直都非常严厉 在2012年年纪上轻的郭麒麟 给师兄岳云鹏的相声专场助阵 可惜弄砸了 为此父亲郭德纲还特意发了一个微博 批评他 唇子无知 糊涂至极 齐琳就更残酷一点了 因为家里边师兄师弟们也多 就怕他觉得这是我的家 反正对他就更苛刻一些 他会去吃东西让别人先吃 到今天他20多了 他回家来他有谁来问 这个东西我可以吃吗 相声说的不好 郭麒麟便默默打磨 终于在德云社独当一面 长得太胖了就拼命减肥 曾在一年内瘦了60斤 随后郭麒麟开始上综艺 演电影拍电视剧 但那时他的身边 依旧有个好爸爸撑腰 我叫郭麒麟 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 大伙一块儿孩子一块儿玩 真像高老师的美好 我看着他长大都熟 所以这样配合起来比较方便 而近几年我们谈起郭麒麟 已经不太会用郭德纲儿子 这样的前缀 反而更在乎他自身的磨练 《解放 终局营救》里 郭麒麟饰演的侦察兵二毛 戏份不多 但却当得上英雄无畏这四个字 电影《宠爱阵容强大》 郭麒麟也可圈可点 其他人都是以组合形式出现 他却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如今的郭麒麟有作品 因为演戏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合作了两部电影 还一起登上综艺节目 郭麒麟 钟翰良可谓友谊大跃进 而在电视剧《庆余年》里 郭麒麟与张若芸的日常伴嘴 也成为了不少人的快乐源泉 最爱是解放 郭麒麟 你觉得哪个人在明星的电视上 你觉得有意气 郭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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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个人之见 张若芸他比较爱说一点 比我还贫的 北京有句话叫见招 你知道吗 就是你也没招他没辙他 他突然过来就说你两句 总共你两下 特别可爱 特别像我 看得出 郭麒麟一直卯足了劲 努力证明一些什么 尽管老郭看似不管不顾 但相信孩子的努力 他都看在眼里 熟子时过 不如讲子一躬 记者刘冲综合报道 日前由黄轩主演的电影《只有云之道》正在热映中 在片中他饰演漂泊半生的隋东风一绝 不仅角色动人 黄轩更是献上了一首《如果云之道》 深沉的嗓音唱尽了隋东风对罗云无尽的思念 《如果云之道》 就让我们走 《逃不开纠缠的老》 其实我以前是学过一点唱歌 我大学其实学的专业是音乐剧 2019完美收官 而说起对2020的展望 黄轩希望每个角色都能收获肯定 播出一部电视剧叫《瞄准》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狙击手 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完美关系》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危机公关的 专家 未来还有两部电影 都会估计陆续跟大家见面 2020对于《正凯》而言 同样是特殊的一年 因为她首次作为电影出品人 并主演电影《急速超越》开机了 有张荣荣 有李陈 有张岚欣 然而我觉得在中国的演员里边 想要找出跟短炮有关的演员很难 我说那行 我们就尝试挑战一下 其实此刻我的腿和屁股 都浑身都很酸痛 因为我昨天刚从片场过来 一天跑了三个一百米那种状态 同样有新片 在开拍的还有演员张冰冰 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李静一角走红 张冰冰目前正在和景田合拍新剧《思腾》 慈旧迎新的当下 他对于鼠年有着新的展望 2019年沉淀 然后遗憾 希望好好地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积累一些生活阅历 然后让自己更充实 在2020年可以爆发出来 记者陈湘芸 上海参谋报道 今天的文娱新天地就是这样 本节目是由钢太特别支持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拜拜